这是我们讲的库存管理和中药处方这些内容 下面给大家看一下 简单讲一下就是打卡计时和发放工资 就是我们有前台的诊所 就是说如果加上打卡 这个是非常方便的 这样就是说你给他可以 他来了以后你给他他就login 然后走的时候log out 这样呢就是说你给按照这个 如果再给他发工资的话是很方便 所以说我是基本上我没用过会计 就是accounting 我不用accounting的 我就是有个CPA 他就是每个quarter 就是说总结一下发一个 他叫那个941 就是说季度的那个补迹一下 这就是怎么个发放的情况 报一下 然后年底的时候呢再报一下就行了 所以说我前台就是说 我原来远雇过这个真有医生 就是说两三个人的雇员的时候 他你给他发工资就是非常的及时 有时候呢 雇员想着你早给我发发吧 因为发南维坑 Holiday 我等不到这个礼拜二 礼拜三再拿工资了 不是平时是礼拜一嘛 所以说你能不能早给我呀 早发给我 所以说这一点就出来了 所以这个非常方便 我给大家操作一下 这个先看一下打卡计时的 就是这个呢 就是在我们这个软件里面 这counting这一部分 这个他这个雇员来了以后呢 他就是他打开电脑 以后他就打开软件 他就可以login 我这里呢 就说先给大家演示一下 就是说有个雇员吧 假如这都是我们模拟的嘛 有个gen 进这一个雇员 这个天台 他这个password 都给他设置好的 这是他打卡的这些时间 我在这样的操作一下 就是说他进来以后呢 他就login 你看今天的这个就是Sunday的 这是过来了 一会儿呢 就说他如果在这几个小时以后啊 这样可以再log out 这样呢 我就先等一分钟哈 等一会儿我再给大家演示 log out 就是最起码有个一段时间 这样我叫大家看一下 这是呢就是说我没做的就是他这整个两周的哈 这个时间是两周吗还是多少时间差不多 就是说还是一周多的时间 就是说我给大家 你看是两周的 这样呢就是说他你要发工资的时候呢就给他这个按这个时间来给他发 嗯 再一个呢你也可以就是说看到他 他自己也可以看到就整个他的时间 过去的时间也可以看到 就是说过去的呢 就假如是 几个月的吧 他也看到 这是过去的他这些都可以看到的 我这是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些呢一月份你看这已经配了哈 就是配发过工资的时候呢 他都是已经配的了 就是刚才我们这个呢还是没有发工资的这些 这刚才的 这些是我们刚才的最近这两周的 这些还没有配的这些 我再回到刚才哈 这一期 我们17号嘛 这样的 点到 7号 我就给他捞嘎 我再一会吧 就他来了 假如这是几个小时了 多长时间了 捞嘎 这就回到这个 这两周了嘛 这是就 两分钟嘛 就是给大家一次一次 这样呢就是说 我可以呢就是说给他 从manager这边呢 给他发工资 这是他两周的时间 加入哈 我可以给他发工资 就是管理考勤这一部分 我怎么给他发工资呢 就是说到了这个 manager这部分 他就是他log out了哈 他自己log out 我就log in的这就是manager这个 password 你看我这我怎么来管理这个 时间 你看我一看 Jane这个时间 他就有了 这两周呢 他是这个没有发工资的 这两周 他是做了70来个小时 这样呢我也可以点一下 就看 这个我这刚才呢 就给 给刚才这个 他自己log in 那个 雇员log in的 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呢 雇员的log in log out 他只能看到这么一块 你manager这个呢 就是说 你也可以用起个别的名字 不是manager 你或者是 你是个boss 或者都可以的 log in 都可以 你来管理这一些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这些 我要给他发工资了 就是说 我根据他这个情况呢 根据这个 他考评的情况 我可以给他发工资了 我怎么给他发工资呢 你看 也很简单的 所以说 就是说 你一看用了软件以后 你什么都是自己做了 但是自己做都是很省事的 所以说 我都省了好多人 就是说 我这个呢 也不用付这个counting的钱了 也方便 这关键是非常方便 自己掌握 你想不用来回的 和人联系了 这些 可能你counting 还有 你要给他联系 这些 这些都不用了 所以说 自己来做就行了 那老师 刚才你这个 都先mg啊 进去 那怎么知道 谁是谁啊 我知道呀 啊 我就给你 我一会给你说一下管理 那我 这 我给你先说 这个也行 就是说 我一会先说 想说这一步的 怎么给他发工资 这边呢 还有这个 managed employee 嘛 你这个password 你给他弄password 我原来两个前台的时候 那就 还login这个地方 就出现这个 另一个人 就是说 我给你弄一个 这个再做一个吧 因为好长时间没做 这个不是 不用常做的 因为这个一次性 做好长时间 这个是那个 counting setting 这里头 可能是 counting setting 是在这里 我看我好长时间 没做这个了 就是password 这个 这样的 password User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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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一个吧 加一个 加一个什么 什么 Jennifer 哈 这是Malisa 不管怎么加个 简单了吧 Nancy 这是UserName Nancy 哈 他这first name也是Nancy, last name我就给他加个T吧,反正是last name。 这样的话,他不是manager,我在这里不给他打的一个框框,不叫他做manager。 我这样呢,就给他加上,加上以后呢, 你看,add a separate, set a password for this employee next, 所以我怎么set a password,就是这nancy这个username在这里吧, 我给他个password,也是叫大写的nancy吧,也这样的,这样容易嘛, 容易记,我没容易记,nancy,这样,set a password了。 所以说,他这样到时候nancy,他就告诉他,他就这样login,就刚才跟那个jain一样, 就是他就login,这样我就知道了呗,你看,这有jain的,这有nancy的, nancy的这个,我再叫他nancylogin,他再弄个timer就行了,我看看哈, 我这个先把这个logout以后哈,我看你看刚才这个nancy的管用不管用哈, 他这个nancy,nancy来上班了哈,他这个nancy, 他login了,他clockin,clockin了吧哈,停一会,我再叫他clockout,这样就最起码有两分钟哈, 就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到。 清楚了,谢谢。 清楚了吧,那我就logout吧哈,这个就很快讲出来,他就一分钟都没有, 反正在办这个来发工资哈,我再叫他logout,以后,我再看一下怎么给他发工资哈, 嗯,这些都是选好的,你看吧,我再叫大家看一下,就说,都好多这,这些的都是managed employee, 好多都是一次性的,你看,这个jain呢哈,你看他是怎么发的公司,就是很容易的, 就是说,他这个,嗯,他是这个可以弄的是,嗯,这个是真的吗,是哈, 他是这个married哈,好像这个没点,他是married,他是alivens是两个的哈,他这个,我没发工这是buyweekly哈, 他是一个小时15块钱哈,这些他的address都在这个地方,都都叫他,哎,刚才这address, 他的那个social都都已经,不全显示,就是说可以显示几位都可以的哈, 这上面对,这样刚才还是这个振这个时间哈,就是你都setup好了,这些setup好了, 以后我都基本上好长时间不弄都忘了,一次性的,你这个employee给你干两年, 你就差不多你跟这两年就不用动这一块了,就除非他这拍, password他忘了,你再给他弄一下password,再叫他弄,嗯,这样的话他自己也可以变password, 那个不影响我们这个manager管理这个的,这样的话你看,再回到原来这个发工资的这个地方吧,哈, 就是说那些都是一次性的都已经做好了,就是每周做的工作就是这么一点,你看,哎呀看简单吧, 所以说我发工资很简单的,他已经把这个时间都弄上了吧,你看,我这个周末我又要给他发工资了,你看我发工资就那么简单, 就说我,要是如果是不给他发bonus不什么的,我就直接点了,就发这一些,你看,我就直接点了,一看这些我就直接点payroll,payroll就出来了,你看,自动给你寄出来了, 所以我就click这一下,我可以打印出来,我给每次我还都给他发给他一张张纸,给他进入的,他很详细,他就就是他的存根了,他存根忘了以后,我回到两三个月之前,我都可以拿过来,接着给打印一个拿走,都可以,所以这个都在电脑里边,这就是详细的,他自己发工资的情况,你看,整个的就按R,我15个小,15块钱, 一个小时,按这个74小时31分,这样就计算出来的,这个,哎,他这个怎么没有,应该加int,哪地方没click,可能是,哈,我再回过去看一下,怎么会说,你这都是模拟的,刚才那个,我刚才没点那个,哈,这个better income应该是有的,我看看哪地方没click, 我把这个可以关了,可能刚才我动哪个地方了,这个地方可能, 这个地方可能,啊,married啊,这个地方没save可能,哈,就是, 这样他应该就算出来了嘛,我再回去再看,哈,这个地方没弄,可能 因为这些都是,不是我做的,这是,因为我那些资料啊,什么的,不能全部的拿过来的,都是现弄的,这样呢,还是刚才这个,哈,就是说,嗯,这还是回到,这个,我就来发工资了,我刚才打开,我刚,刚login,哈,嗯,刚刚的login,我就看到的,就这两周的,我要给他发工资,我就这么一点,我看看哈, 啊,这次出来了没有,哎,啊,他就,因为我点过一次了,我就 rewrite,哎,他的income tax还没有,哪个地方没弄,看看哈,哪个地方没来,这样没弄上,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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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看原来在弄的,我可能可以,可能,大家给我打开一个原来的网,哈,这是原来的一个,哈,你看吧,这个就是,这些都是都有的,嗯,就Federal Income Tax, Social Security, Medicare,它自动算好, 的,我刚才可能哪个地方按了一下,没注意会,我再看哈,哈,我不,不影响给大家讲的这个速度,这样就说,你一打印出来,你看,所有的,还Social Security Number,什么的,这样的,就给他highline,就是,有几位,这我们做的,嗯,就是这样,就是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哈,所以说这,这是,发工资就那么快,我要如果是想给他发奖金了,哈,我是想给他发奖金了,哈,我是想给他发奖金了, 所以说,我现在干得很好,所以说我给他要发奖金,嗯,我这样给他弄哈,就是说,Bonus,你给发100块钱,嗯,这样的话就,写上这里, 嗯,回家说,在这里地方,他有holiday,memorial,这一天,就是明天了,其实,我就提前这样,给他说,就,假如是今天是,嗯,今天是这个,六,五月三十一号啦,假如,哈,我给他做上, 这样,这样呢,你看他的Bonus,也有了哈,他这个,Bonus,我没弄,哈,我没弄上, 这Bonus在这里出现了,哈,这是,假如这一次是光发的Bonus,这一个,哈,像holiday pay,没有弄完,这次呢,我给他用holiday pay,这样给他8个小时,哈,我要add time,holiday pay,然后就放到今天的这个了,就是, 你看看哈,这样打印出来,你看看哈,这样打印出来, 哎,holiday pay也出来了,你看,Bonus在这边,你看他排的还挺整齐的,这个holiday pay也出来了,所以说,就那么容易,就那么加上几次就行了, 你看看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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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很清楚吧,这样,你把这个,每次的这些,处方,你可能不是处方了,就是发工资的工资单呀,这就全都列在这里了,那就说,我还有这情况,我就说这个,嗯,我的这个manager,或者是,他不,不是给他发按小时的,你想manager是full salary的,他这个,嗯,就是,每个月发他一次就行了, 这个,他自己,他自己,他来管理,就说我,他不用打卡的,这个是,这个是怎么办,就是,这个呢,他没有时间,你看他也没log in,没log out,他就发salary,就不用hour了,就是salary的这种,你就直接click payroll, 我给他订了这个是多少钱,我给他订了这个是多少钱,事前订好的,他是四千块钱一个月,你看,他都有了,这个federal tax啊,或者这些,social这些都出来了,这些都是事前订好的,算好的,所以是这个manager呢,我就可以一个月发他一次,他是salary, 然后呢,他这一次呢,这个manager,我看,给他报 bonus,发二百块钱,哎,他这个二百块钱,多加到这四千块钱里边了,这个月就是给他manager干的好,给他多二百块钱, 这一下就打印出来了,所以说,这都是事前,事前弄好了,以后呢,你每每两周就发一次,每一月发一次,你给别人就不用费事了,你说你要是付,我也不知道他们请那个accounting要有多少钱,反正我从来没请过, 反正我觉得accounting还是省不少钱的,就是说,你要自己有雇员的,你将来要发的话,有个这个还是会很方便,我就说这个时间, 我要跟accounting联系啊什么的,还得费我时间呢,这个gaming不费时间,所以这工资发出来了,大家看简单吧,所以打印工资出来了, 其实呢,你像salary这样的,都是,都可以setting好的,都可以订好的,你看这个,在这里边,他这个manager,这个employee,他这个是salary的,我就订好,他这四千块钱,你得给他改成五千,这个salary manager干的很好,以后我给他涨工资了,给他涨五千了,这个就加一次,就save了以后,下次发就是, 五千了,下次再给他发的时候,我再给他发这次啊,manager,这次给他涨钱了, 这次给他涨钱了, 自己随时掌握的,所以这就是软件的好处,我觉得今天这还挺简单的,看啰哩啰嗦,也是,这个也一个小时了,就是说,这个,因为一个还是不熟悉,不熟悉这个,这个怎么,这个Zone呢, 这,share这些,所以耽误了点时间,这就是这个,打卡,就是发公司,这个软件呢,就很简单,很方便,就是说,我用了这是多少年,好多年了,反正我没记得,没记得请过这个account,我雇的经常的,原来是雇两个人,现在是一个人了,就更容易了,所以你到时候呢,还有,最后呢,我想还可以把这个, 这个还可以交给CPA嘛,就说,还有这个什么,managing employee,就把这个送起来,这个W,最后年底的时候,都可以打印出来嘛, 那个在哪里呢,那个在哪里呢,你看一下,那个怎么弄在哪里呢,我怎么一下找不到了,啊,在哪里, 我看看哈,这个地方,这个是Mounted Tax Deposit, Deposit,不是这个哈,在这个,是这个嘛,不是这个了,哎,这个你看都出来了,这个也很简单啦,你都,每个quarture,你看, January,February,March,这是first quarter,April,May,June,你就打印一个给CPA就行了,Email给他,他都说一个quarture,到时候就给你报税了, 因为我们要941嘛,每个季度就说,要是S-cooperation的,都要每个季度有employee的,都要,都要报税的,都要,都要那个, 有每个季度要报的,所以说这个,这个发给CPA,他到时候就行了,每个quarture,每个quarture的,然后呢,我可以在这个, 941 Deposit,我自动的就说,Deposit了,到哪个地方去,在这下边,哈, 就是说,每个季度呢,我就把这个,每个需要交的那一部分,Deposit,因为我们要把这个,我们的Federal, Withhold,Withhold的那个Federal Tax,还有Medicare,Social Security,这样子把你所有employee,还有我自己发的,还有什么的, 这些呢,都要Deposit到一个网站里面去,都要交的,每个,就是说不是到年底交,就是每季度要交税的,我自己就根据这一个数目就交上去, 这样每个月交一次应该是,每个月交一次的,Monthly Deposit,我每个月就到EFT, 我好像是那个网站里面,配我的这个,Cooperation Tax, 就说,就说有的就说,Federal Tax,Social,Medicare,它总之类,你我们也不用算了,相信这个软件是,确实是准确的,它计算出来的,所以说,你到时候一检验,就是你,你把这Number都, 它,到那网站里面,它需要,你把,分别的,把这Federal Waste多少是多少钱,然后呢,就Social多少钱, Medicare多少钱,这个这个呢,都是,两三个employee,包括你自己的话,都在一块总的,然后呢,就是说,嗯,总的Deposit,这些多少钱, 你就把那些,把这填进去就行了,然后呢,也是,都是那个Electronic,这样呢,它自动的就说,从我账号里边,就把这钱都拿走了,这样最年终的时候,报的时候,CPA把这些都总归起来的,所以说,这是很方便,CPA也很高兴,你给它拿了,它一点不麻烦, 它坐长了,你这个,它都说,你这个非常好,非常方便,非常容易,所以说,CPA拿了以后,它,它也很容易,就接着它一,很快几分钟,它可能就给你发出去了,所以大家都省事,这是这个,给大家讲的这个,这一部分, 总体来呢,就是说,今天讲的内容,就是这些,就是,就从这个,开始,就是说,库存管理,中药处方,和这个, 公园打卡,发放工资,看起来呢,就是说,我讲虽然是那么长时间,其实做起来,你要熟练了,都是很简单,很方便的事情, 看大家人,今天就讲那么多,有,还有补充的吗? 海琳,你有没有补充的地方? 没有了,讲的挺好的。 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还是不熟悉,这个Zoom,这个Share,这个耽误时间。 原来那个有东西吗? 你们都广告都看不到,前两次都没听到的。 没听到,林医生是吧,对不起,我以为你在我们那个软件群里边呀,我们就在那里边,一直这个发那个Fly。 没有,那边来呢。 你没在那里边呀? 没有啊,你加过吧。 把你加进去,不要紧呢,我们那个,把那个前几次的那个,你第一次听了,是吧? 第一次听了,第二次听了,第二次,第三次的,都给你发了,有link。 都给你发,叫你再补上,对不起了。 没有,没有,没有,对不起。 我觉得很期待,一下今天出了一个,就一两小时了,你才发一个广告。 是不是,因为我们也不愿意在那别的群都发。 所以说,出来想想,有些可能给他们讲讲,他们不知道,知道了对他们,都是有好处的,你想是不是? 是,是。 对呀,还没听到以后,肯定要是,这是很引诱,很有帮助的。 嗯。 嗯,是。 好的。 那那个,范医生,啊,我就讲完了,这些,啊,谢谢。 好的,谢谢,嗯,谢谢,嗯,谢谢那个,嗯,谢谢精彩的讲解,嗯,那我们下面,呃,范医生精彩的讲解,那下面我们就进入我们的问答环节,嗯,今天呢,呃,范医生还专门交代,就是在我们,因为今天是我们这个系列 讲座的最后一讲,呃,如果大家对前三讲还有疑问的话,今天还是依然可以提出你的,呃,疑问,我们继续来解答。嗯。 证所,一个问题是,证所的那个年报表,就是支出了多少,进入了多少,那个在这个网站里面能显示吗?刚才好像没显示一样的。 什么年报表,你说什么? 就是,我是说,你像,你看了多少工资给别人,你收了收入啊,门诊收入多少,你买东西用了多少,这个在你的软件里面能够显示出来吗? 哦,那买东西因为用,你自己买东西是吧? 不是,就是证所的东西,证所的支出和收入怎么显示在。 啊,支出收入哈,那个呢,就是说,呃,我看看哈,你说整个诊所的。 一年,半年,一年,或者一个三个星期,三个月。 那在billion那里,这是在,又该在billion,你的收入能打出来。 你的收入能打出来。 就整个整所的,整个整所的收入。 收入能打出来。 但是,支出呢,是,因为我买东西,我在,你想,我假如我到那个Amazon Auto Supply, 这个没在这里边。 收入应该可以的。 收入呢,你看,你到这个report里边哈。 report里边。 billion是吧? 没有,扶外的。 最下面呢。 对,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有两个provider的话,他的收入,谁的收入都会。 对,都会那个什么,都会出现的。 pation visit report都有,是吧? 第二个就是revenue。 嗯,给revenue。 revenue,嗯,对。 你直接点execute就行了。 直接点就不用这个东西了。 你收个时间也行,你收个时间也行。 那就这一个月吧。 两个月。 两个月吧,从这里哈。 嗯,那就出来了,是吧? 啊,知道了。 因为这里面,我们这里面少嘛,是吧? 我们加的,就不断的给大家讲座,讲座加了一些。 你要是真实诊所里面,就是刚开业的也不是有那么少。 就说,给大家表达这个意思,是吧? 谢谢,知道了。 啊,谢谢。 都有这些报表的。 但是呢,我要是自己诊所的收入那些,我就不用这上面了。 我得用那个买东西啊,我得用quickbook了。 这个也可以加一个进去啊,就是买东西啊,进药啊,花了多少钱买东西。 这个呢,你一个是也可以加进去,再一个呢,我觉得这还是分开的好。 为什么呢? 就是说,你不要在这个软件这个混起来,就是说,虽然你manager可以管理。 你这样的话,你自己的这个账目啊什么的,买东西啊这个账目,最好还是不给这个软件混一块。 你想是不是? 因为那个不容易的,那个不好弄的。 那个容易弄的,应该是。 容易弄,软件容易弄,对,可以的。 你要想要的话,肯定可以。 买东西呢,可以。 但是呢,就是说,我现在用的。 我现在用的是每年的那个Excel,它有一个收入那种。 所以我就用那个。 哦,支出啊。 说,我所有的支出的那个Excel。 嗯,是是。 你可以加在这里面,应该很容易。 应该不。 应该也可以。 简单。 对,有需要的话是可以加进去的。 可以的。 就加了Excel都可以进去。 把所有的。 他就说流水账嘛。 算。 可以的。 可以的。 对,这个应该是可以根据您的需要来。 所有人都可以用。 对,我们这软件特点的就是量身。 所以说越做越好。 就是越做这个好多别人没有的功能。 就是根据大家这个医生的需要。 后来加的很多。 就是说。 你想这个中药处方,别的软件你是找不到的。 基本上。 嗯。 是。 好多是别的,别的软件没有的。 ERA啊,我们Billing的ERA也是别的软件都没有的。 嗯,挺好的。 还有其他问题吗?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准备了一些常见的问题。 如果大家有其他的问题,欢迎提出来。 那现在我们准备的第一个常见问题是, 库存管理、中药处方和打卡即时发放工资。 是三个独立的软件吗? 嗯。 那个海铃你回答吧。 嗯。 这三个的话可以独立的购买。 但是的话,真正在软件里面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大的软件的三个部分。 然后病人的话是共享的。 病人只要输一次。 然后你的这个Eventory, 这个重要处方, 这些都可以共享这些病人的基本资料。 所以的话,就是说是可以根据需要。 就是有不同的功能。 好的,谢谢。 那第二个问题是,如何使用扫描出货? 嗯。 这个是那个什么, 当时就是说我讲的时候, 因为我们没有那个扫描仪嘛。 我就是刚才给大家在前面。 所以说是有两种的, 一种可以扫描, 一种是可以这个没有, 如果这个少量的药品没有调性满的时候, 就可以选择查找名字出货。 刚才讲的。 对,当时呢就是这个扫描仪本来是, 我们是带的, 从诊所带到家里, 因为诊所有两个。 一个是这个Wire的, 就连电脑上的。 另一个是Wireless的。 我们就把那Wireless带家来了, 发现这个没法充电。 充电的被没弄。 所以也没有再跑到诊所去拿。 因为时间来不及了。 了解。 我给大家演示了一下, 就是那个Bucode我输入进去的。 这是在诊所, 登一下就扫进去, 登一下就扫进去了。 这个扫描仪, 这个扫描仪有个价格是吧? 我看这儿。 这个就很便宜的。 这个你看, 这是多少年前? 大十九, 几十块钱。 几十块钱。 这个从哪里可以买到? Amazon就很多可能。 我们就是在Amazon买的。 对。 好的。 每一个用好久。 行。 我再补充一点。 我再补充一点。 这个Bucode我再补充一点。 看得见软件吧? 我现在。 可以的。 嗯。 在Eventory里边的话, 我们一般书一个的话是Bucode的话是别人的。 就说是它估点有的。 但是就说有些, 比如说我们的那个草药啊, 或者我们自己做的药啊, 其实我们可以给它个编号。 嗯。 你看, 好看有没有。 我们就说是, 你就可以给它, 取一串, 比如说是, 999, 然后你就说是, 大概这都会有几百位, 是懂吗? 你给它, 第一个。 对对对, 你给它改个名字, 这样子。 比如说是, 你自己的就说是, 有些就是没有Bucode的, 你可以自己给它设定一个Bucode。 这样, 这样是你可以, 然后你就定义了Bucode。 如果就说, 你想还要扫描最后的话, 就说有, 专卖的那个, 可以打那个, Bucode的那个打印机, 大概三百块钱。 然后买了, 然后把那个他专卖的纸打了以后, 把它撕下来, 又贴到那个, 你的物品上面, 然后那就, 就说是你可以自己自己, 一个那个Bucode, 这样子已经扫描了。 嗯, 是, 我做过, 因为我们买了一个这个仪器, 那里面他还送了一些那打印的纸, 就是说, 他是专门打Bucode的, 就是说, 当时为什么我用那个呢, 我就觉得很方便, 就是说, 我有一些那个, 做了一些外洗的药, 就是说外洗啊, 那个病人一来, 那个外洗, 那个, 你想这个关节, 就是说牛脚啦, 或者是有关节疼啊, 脚啊, 手啊,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脚手扎针那个, 效果不如这个, 一块针灸和那个中药外洗来的快嘛, 是吧, 有外洗的药, 所以说我一直还用着好多这个外洗的药, 你, 你如果有这样的药的话都可以啊, 你想, 这个外洗一号啊, 外洗二号啊, 这样呢, 我就自己, 嗯, 起了一些这个, 这个Bucode, 就是来了一些, 嗯, 然后呢, 就说,嗯, 写上这名字, 这样呢, 就是说我买了那机器了以后呢, 就是打印出来, 我一次呢, 有外洗的药, 就说都是差不多, 剂量就行了, 不用单包, 我省事, 因为平时呢, 看病人多的时候没时间拿药, 你想, 病人都还买了, 哪有时间拿药, 我外洗的药呢, 我就一包, 熬着一下, 我包这个80来付, 就是一包呢, 包这一些就够用几个月的, 我就, 嗯, 一打打一串, 就是, 他就Eternal Use, 你会这一号两, 二号都可以了, 我把这个code, 把code, 不是那个, 就是那个label呢, 就是打印出来的, 贴到那个袋上, 然后呢, 他钱财, 他也可以用那扫了一份, 拿药的, 这样的话也显得很专业, 就因为, 你就知道那个病人就信任你了, 就知道这个, 你不是乱收他钱的, 你就是一次干, 你像, 他又拿外洗的, 又拿成药, 又拿supplement, 所以说有一块一次干, 很快就拿走了, 所以说很容易找, 我也有过那个, 对, 好的, 谢谢, 第三个问题, 我们周要求售卖药品要交税, 计算每个月的税收码, 复杂吗? 不复杂, 有的是算的, 有的周对要的, 海琳你给他操作一下, 那有税的, 还没有医生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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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集在, 左下角, 放到个塞尔水迫的, 然后你比如说是5%, 你根据你的周的税率, 你就添上, 添了以后, 然后你在那里, 卖药的话, 他就给你, 给你加上了, 嗯, 比如说, 现在这个是5块, 他这个text, 这里还没有, 我再重新进来, 还没有拿到这一个, 你要refresh一下, 嗯, 你看这个税率5%, 他就在那里, 他就变成5块2毛, 嗯, 他就自动给你算上了, 你看最后你就收的就是, 你自己unitpress是5块, 然后text是5%, 他就是2毛5, 然后, 这样子的话, 你就卖给, 方便, 对对对, 就直接, 就连税收, 税就收上去了, 然后的话, 你就说到, 如果你每个一要交的话, 你就到这个report里边来, 对吧, 这个, 然后你看最上面那个, 呃, 打印他的线, 他告诉你, 卖了19个, 药品, 然后你总的4S, 或者是95, 95块2毛5, 然后, 95块2毛5, 你填上0.05, 就是你的, 收的税, 你可以把这个税就, 交到那个, 你州里边的税务部门, 这样就可以, 哦, 很方便, 啊, 好的, 那我们, 呃, 第四个问题, 我们诊所现在使用的中药厨方, 呃, 可以把现在系统中的厨方, 添加到你们的系统中吗? 如果我们出差在外地时, 也可以开厨方吗? 啊, 可以的,就是说, 首先就是说, 如果你就是说, 啊, 刚才范医生讲了, 就说, 假如说你就, 有几个厨房啊, 或者是, 不多的话, 你可以很容易就添加进去了, 就是到那个厨房里边, 厨房里边就几位, 几位药, 你看其实就是说, 你比如说要添一个, 然后刚才范医生演示的, 插中蓝的, 你插拼音乙琴, 嗯, 比如说我们就插一个, 我们一个加一个, 就说很快, 你如果欠太多, 你再加一个字, 对吧, 你就是这样哈, 你比如说是这样, 对, 就是说很快就可以加一个, 加, 这样子的话, 你如果微数不多的话, 你就可以自己加, 假如说你很, 你很, 很多厨房的话, 我们可以想办法就是, 你就把厨房给我, 就说是, 我可以把你变成, 那个, 善意的格式, 就把它放到你的收集口里边, 你就不用一个个收, 让你很多的话, 可以这样子, 帮你加进去是可以的, 嗯, 然后的话就是, 对, 还有刚才, 对, 第二个问题, 比如说他出差, 出差的话, 他说, 我要开, 我不在家, 但是我要给他开个房子, 但是不知道他那个, 呃, 就是说他那个, 要方, 但是这个可以, 就是说是, 假如说你看, 你是买的是, 网络版本的话, 你只要家里边, 办公室电脑开着, 你就可以, 你除了在外地, 就是美国其他, 其他州的, 你就可以从那个你的, Nephub, 就直接连到你, 在你自己家里的, 你自己, 家乡你的城市的那个, 办公室的电脑, 实际上那你开厨房也是可以的, 可以远程连接过去, 好的, 可以远程一聊了, 嗯, 那好, 那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打卡计时能够, 自动计算每周的工作时间吗? 发放工资和打卡计时, 两个系统相连吗? 对, 它是在一起的, 就说, 这个accounting的话, 这个刚才已经付过了, 等于是, 就是说是, 他, 应该打卡的话, 他时间会自己, 自动在那里, 然后刚才那个放一层演示了, 就是说, 他的发工资的话, 他那些时间, 自动的就帮那个上进去了, 然后跟你, 放上他的那个, 你看他的, 你每个小时, 付给他多少钱, 比如说15块, 他就会自动的, 把你按你的那个, 每个卡, 两个星期的时间, 多少时间, 填上你的这个rate, 就直接跟你计算出来, 然后跟你扣税, 两个部分是自动在一起的, 假如说是, 你有你自己的那个报税系统, 他的时间的话, 我们也可以哈, 我们显示一个, 比如说17号, 17号他有82, 我刚才给他加了一个哈, 然后你看下面左下角, 一个是破的, 如果说是你要PDF的话, 你可以把它的时间, 列出来, 然后他的整个的, 包括那个time card, 列出来, 这个是一个, 他的细致的time card, 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说, 刚才那个时间还没, 我可以把这个, 配的对的, 我可以把它那个, 对的一个clear, 配的对, 假如说他, 这样上那个82个小时, 然后, 这样子的话, 你比如说是, export, 上面的ease list, 比如说是你自己的抗计系统, 你看这个时间, 82个小时, 每个员工他, 就是这两周, 他只能工作的小时, 你就可以列出来有一个表, 你这是什么时间产生的, 然后交给你的会计, 他就可以发工资, 就说如果你是, 只用我们这边打卡, 然后其他地方发工资, 就这样, 如果我们发工资的话, 就自动的, 我们时间可以上得到, 你看上面, 告诉你, 从5月17号, 到5月30号, 有82个小时, 31分钟, 然后, 你就点右下角, payroll, 他就会直接, 按这个小时速, 发工资, 所以两个系统, 是相连的, 连在一起的。 好的, 谢谢, 非常感谢, 林老师的解答, 那还有没有补充的, 或者大家还有,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刚才我不是说了, 讲的expense吗? 那就软件里面, 能够把expense, 作为那种分类, 将来税务局也能查, 啊, 我们一下就能, 能organize, 去报税, 那就更好了。 可以的, 这个软件里面加上, 那我们就不用content了, 完全就自己做了, 就是你又帮着我们的忙, 那就永远离不开你这个software了, 真的, 真的, 这是一句实话, 你就加进去以后, 我们将来就不用content了, 你也分类了, 我们也就按照这个将来, 就一下就给税务局来查, 也没问题, 我们自己, 自己报税也很方便。 嗯, 应该很容易的, 你这么聪明的人, 搞电了, 应该可以做的。 嗯, 刚才呢, 我还忘了一点, 这回我想起来了, 就说, 可以呢, 你想这个, 你的雇员, 或者是有时候呢, 他休假嘛, 因为他一年以后, 他有一周的假期, 或者两三年以后, 他有两周的假期, 他有时候呢, 他休假, Holiday, 我不是给大家发过一个Holiday Pay呢, 他就, 我这休一天, 他停了一个月, 他又休一天, 这样怎么办, 你最后员是不是会忘掉呢, 这样呢, 还有一个地方可以看到, 我看应该是在这里哈, 没有, 你要, 你要, 从1月份, 咱们到1月份一直到, 1月份, 到现在啊, 到现在就说, 在哪一月里面呢, 在时间里面哈, 1月份, 对, 我来操作, 你来操作, 我刚才, 我看, 整个的出来了嘛哈, 这里Holiday Pay, 你再点一下, 这样呢, 再点一下, 这样呢, 就说, 就把这个整个的, 你看, 我这半年了哈, 就说, 快半年了哈, 他呢, 修的这个假期, 全都, 一看就看出来了, 然后他, 他这个Holiday, 他两周, 他可能不是那个一次修的, 他也可能, 停两个月他才有修的, 你这样的话, 你时间一长了, 都会忘的, 你想是不是, 你终于写到哪里, 这样呢, 就不用写到哪里了, 软件了以后一看, 你哪天修的, 他自己他一看他也知道, 他哪天修的, 哪天放的, 就是说工价, 你看Memore, Four July, New Year, 付他钱, 这都是一目了然的, 这些一看都能看得到, 查得到的, 然后他还缺几个小时, 他欠他的Holiday, 他到时候年底可以修啊, 什么的, 这也是很容易查找的, 所以软件的好处呢, 就是说, 好多可能我们还都没有讲到, 真是有好多时候, 你用的时候一看, 这真是, 备忘录啊, 会这些, 你帮你查找, 真是很容易的, 是, 嗯, 好的, 那个范老师, 喂, 能听到吗, 范老师, 哎, 我有个问题需要问一下, 因为我常常那个用的那个药呢, 我看了一下那个中药管理, 还有这个中药处方, 嗯, 我常常用的那个药呢, 它就不是那个生药, 就是说是咱们常用的那个powder, 就是, 嗯, 对对对, 粉剂, 所以粉剂我不知道这个库存管理的时候, 能不能用到这个, 和怎么和这个库存管理连在一块, 我看你上面有一个unit in stock, 然后那个怎么能显示出来, 我就是说是设置一下我这个库存道, 比方说就剩下50克了, 就剩下100克了, 我这个只剩下一瓶了, 然后我就得重新owder, 我就提醒我一下, 得重新owder, 我不知道是, 您刚才讲的主要是生药, 是吧, 生, 就一样的, 等于是一样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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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方药也有, 储方药也有, 储方这里都一样, 这就是一样的, 你就是抛着和生药是一样的, 你就是说, 因为生药呢, 你用9克, 你可能抛着你就用的少一点是不是, 对, 我那个比方说我这个powder, 我在那个储方里面已经开了, 能不能体现到这个, 我这个, 就是这个库存管理上, 看到我就不停的在少, 好, 我给你演示一下, 我们找一个, 我们找个储方演示一下, 我们先找一个, 你先找一个哪些有多少克的, 对, 我先看一下吧, 我先看一下, 先找一个储方吧, 找一个食物汤, 对, 这四种药, 好, 我们先看一下那个当柜, 当柜的在那里面哈, 嗯, 当柜, 嗯, 当柜, 好, 他现在是有多少有, 288, 288, 嗯, 你再回去再开主方, 对, 然后, 我们把假如说, 我们开两个方子, 嗯, 应该是18, 嗯, 288, 减掉18的话, 就变成270了, 对, 好, 那我们就开一个方子, 对, 我们就save, 嗯, 嗯, 你不要overwrite, 是吧, 不要overwrite, 对, 对, no, 按理说他只是一天一个, 我们重新, 我们重新找一个病人没有的, 因为他是一天一个, 一天一个方子, 也说是同一个名字的, 我们找另外一个病人, 嗯, 好, 我们就开了一个, 开了一个, 就说像单规的话, 他就有18克, 应该减掉18克, 我们再回到, 对, 你看这里边是288克, 我们要refresh一下, 或者我们重新search一下, 对, 我这个明白了, 好, 谢谢, 谢谢, 还有就是那个啥, 能不能就是说是在那个poder, 那个药那儿, 那个就是那个中药那个处方那儿, 有行一格, 就可以, 我可以把那个英文名字, 就是这个药的英文名字输进去, 这样子是不是出来的时候, 病人看见更专业点, 他不光是咱们拼音吗, 是吧, 当然现在拼音也行, 我觉得, 你说是打印, 打印的时候是吧, 对对对, 就是有他的英文名字, 打印, 比方说当归他的英文, 我也不知道当归英文名字叫啥, 就是, 对, 就是这里面, 对我们这里面, 这里面有, 但是可以把它加进去, 这个也是可以的, 嗯, 就是说是, 嗯, 你在打印的时候, 打印的时候, 就是说是把这个, 英文名字打印出来, 也是可以的, 嗯, 好的, 当归就是这样的名字了, 对, 它只是, 因为名字也是可以, 就是说, 这里还有一点空嘛, 也是可以加上去的, 嗯, 还有就是那个, 我看见您那个instruction, 就是这个, 这个我比方说, 我让病人吃powder吧, 就instruction, 就是说倒多少进去啊, 然后我再放一些bouling water, 进去啊, 这些的, 我那个instruction, 我看您写那个instruction, 那个地方就是一条, 这个就对对对, direction这, 就是我能不能, 其实我写的东西可能比较多, 这个我能就是copy的放进去, 就是说, 能行吗, 我看的地方不多, 是不是就是, 应该是可以, 应该是可以, 应该是可以的是吧, 它字就小了, 它可能字就小一点, 对, 你如果到时候要不够, 你要多的话, 我们可以调整你数据口, 但等于是, 它这个是存在数据口里面, 是有一个大小, 如果你不够的话, 我们可以给你调整大小, 你就可以放, 哦,好,行, 因为我完了可以把, 我需要买您这个软件, 但是我就是想的, 就是说是, 我可以把我的这个, 就是说明instruction呀, 就发给您, 您看一下, 根据那个, 对对对, 能不能把这个匹配一下, 可以调整大小, 嗯, 谢谢谢谢, 多谢范老师和程老师, 不客气, 这里边还有notes吗, 你想是吧, notes也可以填好多东西, 对对对对, notes也可以, 这些都可以填的, 嗯, 或者您大早啊, 或者有时候经常的, 我们不, 不卖大早了, 你就让病人回家, 不生姜, 就病人好多, 你咱不会卖生姜了, 就病人切两片吧, 写上哈, 对对对, 切两片生姜, 写上notes里边就可以了, 嗯, 对对对, 是这样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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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谢谢, 谢谢范医生和程老师的解答, 那这样的话, 嗯, 还有没有其他的补充, 或者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今天的讲座, 就要结束了, 希望把那个, 看Expense的加进去, 啊, 好的, 对, 我们就加到, 加到这里边, 就Provide的这里边, 再加一个, 呃, 就是说一个是Pense, 然后你就可以自己加, 看得过, 这个税务局的那种, 规类去, 能够那样做呢, 就更好了, 对对对, 就在这里面加一个, 就像那个, 一个Site里面那种, 形式的, 是一个Site, 而且能够税务局一查, 我一下就被找到, 不要我自己去organize, 啊, 对对对, 可以的, 这里面, 就在这里面加一个Site, 谢谢, 那就不用Quickbook了, Quickbook我好像, 我买的话, 都好几百块钱了, 每年renew, 还好几百块钱, 我说了, 就永远跟着你们了, 我renew的Quickbook, 每年那个, 我都要几百块钱了, 是, 实际上, 这位医生, 实际上刚才说出了很多, 我们中医大夫, 针灸师的心声, 我们永远就要想跟着, 范医生和陈老师, 呃, 因为他们真的是, 用了近十年的时间, 给我们研发出了, 这么独一无二, 呃, 不可替代的智能的软件, 而且一直在跟着我们, 医生的需求在, 呃, 不断的修改, 量身定制, 呃, 让我们没有后顾, 只有可以集中精力的, 来治疗病人, 呃, 呃, 那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大家, 呃, 呃, 这个一如既往的, 来到我们的讲座, 呃, 呃, 同时也非常感谢, 我们的两位主讲人, 呃, 辛苦你们了, 呃, 但是对你们还有更多的期待,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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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祝,呃, 呃, 祝各位同道在今后的日子里, 柴园广进, 时也蒸蒸日少,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你们主持人, 谢谢, 谢谢, 谢谢王医生,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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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再见,